加州航空港区的刘先生呢 日前打来电话向我们求助 说自己的岳父在住处被人殴打致死 那到底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记者一丁时间赶到了那里 上午9点 记者驱车前往案发地 航空港区大老营村 刚进村 几十名村民就已经等在村口 情绪十分激动 在刘先生岳母家门口 他向记者描述了案发当晚的情况 那个岳父就是说在25号湾上 因为那天下了大雨 湾上23天的时候 两个人正在输水 突然过去两个人 过去两个人不明神愿的认 然后说把门踹开 踹开了以后 没有说任何话 然后我直接开始当 你先别大便行 我让你闹 我让你闹 肖某随即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因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后索 记者来到了案发现场 由于大门紧闭 记者透过窗户看到 屋内十分简陋 就有几张床和几床被子 床上地上各有一大滩血迹 血迹旁边也有很多不明的脚印 据刘先生说 因为拆迁 家里已经无法住人 迫使二老住在了 这已经废弃的村委办公室里 据刘先生讲 岳父岳母家是被村里拆掉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 刚盖好的房屋围墙被人推倒 屋顶也不复存在 院内狼藉一片 建造房屋的水泥板和砖瓦 散落在院内的各个角落 每个房间门口 也都被厚厚的水泥板锁挡 刘先生说 在老人出事当天 老人跟村里拆迁的人 发生了一点口角 随后记者来到了冰河办事处 了解情况 大楼营村里 第四村民都是村民 小马赖 他在25号一夜间 他住在大楼营村委办公室 温上被有逮徒 收取港官 姓雄 这个创军室内 打赏之思 在冰河办住处 工委朱书记也表示 确有此事发生 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朱书记一向记者透露 很可能是由于个人矛盾 导致飞机的发生 那是5号的上午 这个小马赖 在指飞部的 大门口扫支 他这个扫支 最后朱书记也表示 他们对此事十分重视 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 在案件没有结束前 任何工作人员不能请假 随时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审问 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公安部门的重视 还死者一个公道 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关注